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嗨 大家好 这里是新战农村 今天我路过这个村庄 看到有一个奶奶正在路口在那坐着 我们去找奶奶来聊一下吧 奶奶你老人的姐姐多大厨师了 82岁 82岁 有三八年生的 跟着孩子没住孩子都站过的 嗯 跟着我顺点吧 跟着我顺点啊 孩子没住在我这干事 哦 顺点家的 嗯 跟着我儿子要讲道题 行吗 过的啊 行 你看你自己个大胃有几个多感情 嗯 行也行 孩子们也很好 很好 几个孩子的老朋友 要说几个孩子吧 我小婚以后没生孩子 我对象的孩子 嗯 我在外面接着婚 嗯 我对象四个孩子 我结婚以后我又来了 你老人家就属于是一个 就是给你两个人抚养的四个孩子 你老人家一辈子都没有孩子 没成孩子 孩子们都没有出去吧 对你老人家给孝才吧 给孝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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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后悔的 你有个属于是一个的孩子 说不定现在的生活不会是这样 嗯 是吧 现在 学院的没有联系 没有联系 他就是两样 嗯 但是孩子总是他喇叭的 就是你老人家喇叭大的 总工事 也不容易 他们住在家的 住孩子就在家的 住在家的 嗯 小三不得的 小二也不得 孩子们只要孝才 也没联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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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老人家把他们养大这个行 刚才经过和奶奶聊天 奶奶告诉我们 他现在80多了 一辈子没有孩子 对于没有孩子 但是呢 奶奶又感觉自己是幸运了 因为他和爷爷是二婚 爷爷给他留了四个孩子 都非常孝顺他老人家 老人家现在过得也非常的幸福 孩子们也非常讲良心 也非常孝顺他 随机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